前天全世界被一个新闻震惊到了 秘鲁的一个小村子遭到外星人袭击 今天我们就来盘一盘 秘鲁外星人袭击事件 大家好我是老克 一个永远分不清前后兵的阿部署 旁边是外星人袭击者小星 这一次爆出来的袭击 终于不是在美国 而是换成了秘鲁 虽然也是在美洲 不过我们执着的外星人 终于换了个目标 换成南美洲了 因为去年的巴西发布会 是巴西发布了好多 他们当时非常震惊 令人震惊的画面 其实因为南美洲本身也是个 UFO目击和怪异事件高发区 比如说有一种UMA 就是一种未知生物 叫做丘帕喀布拉 也是在南美洲出现的 吸血兽吗 对就是那种东西 也是在南美洲 南美洲还有很多奇怪和神秘的传说 还有一种最著名的东西 也发源于南美就是三尸 南美其实很神奇 包括我们说的那个什么 玛雅人 这次遭受袭击呢 就是南美秘鲁阿尔托纳奈区的一个小村子 这个小村子位于亚马逊河支流上 属于是亚马逊丛林非常深处的一个小村子了 整个村子其实就是一个部落 这个部落呢叫做 一击土 和这个村子的所有人都是一击土人 这个一击土村子大约有1300人左右 在遭受袭击之前 也就是今年7月11日之前 已经有连续很长时间 这个村子晚上经常会被一种奇怪的声音骚扰 伴随着这种奇怪的噪音 还能在空中看到奇怪的关球或者观点在移动 不过之前一直是只有声音 没有任何其他的表现 也没有人受到伤害 所以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或者说关注 虽然有很多视频发出来了 待会我们会看到 但是也就是一个UFO通常的目击视频 甚至没有任何暴力 直到今年7月11号这天 村里一个15岁的女孩 遭到了外情人的袭击 或者怪物的袭击 女孩身上一个怪物想要来绑架她 但是这个女孩奋力反抗 那个怪物的什么武器或者东西 弄伤了这个女孩的脖子之后 被同村人赶走了 同时整个村子就开始追杀这个外情人 好 下面的就是村民追逐这个外情人的画面 这些村民进行计计的样子 ается接着 在这些村里的外园 是稳定了 那不在这些村内 特备照自然�续 在这些村里面 算太体的村里面 别的,别的,别的 尤其是红棧 再来 还是稳定的 这个这个这个 根据后来采访说 这个外星人脚上踩一个圆盘一样的东西 悬浮在空中 然后身高 并不是飞走了 而是身高以后像隐形一样逐渐消失了 目击着还身差 这个外星人身高大概7英尺 也就是大概2.1米左右 整个装扮像蜘蛛侠电影里面那个绿膜 就是外星人全是骨骼 身体上的盔甲都是绿色的 然后带着个很可怕的头盔 但是这个外星人不同 整个盔甲它是银白色的 而且脚下面有一个圆形的东西 能让它飞起来悬浮起来 也就是用这个东西它逃开的 在村民对着这个怪物连开 最后五枪之后 这个外星人就乘坐那个圆盘线的东西 慢慢升空消失了 这个消失不是飞走了 而是像电影《T恤战士》里面那些T恤战士一样 隐身消失了 好 我们现在来看开枪的村民是怎么描述这个情景的 这些孩子们继续都不着眼睛 这些孩子们继续都在这里 这些人是超线人的 这些人是超线人的 这些人都是线人的 这些人的线人 像个人的线人 这些人的线人是两个人 在视频里面 除了我们刚才描述的东西 大家应该可能会注意到一个词 这个词是西班牙语 我也不会念 但是翻译成中文的意思是 波连者 而不是波皮者 好多地方的 就是好多新闻 比如说红星新闻 好多新闻都把这个地方的翻译成 波皮者 其实不是波皮者 是波连者 而这个东西也不是报道里说的 这个是单地民间传说流的怪物 而是来自这个地方 就在几个月之前发生的一些事情 在几个月之前 就在亚马逊和这个支流上 打捞起了一具男尸 下面呢 我们给大家播放这个男尸打捞的画面 但是我会打上马赛克 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自己找来完整视频 或者没有打马赛克的视频看 注意看画面里面那个人的头 这具男尸整个脸部被齐齐剥离了 整个头部对止胜骨头 整个头部从前额开始到颈部的血肉都消失了 我们再注意看一下 整个视频里面 你看这个右脸上是不是还有血管 还有血管在 但是除了那个地方有血管以外 整个头部干干净净 没有一丝血肉 脸的左半边血管都没有 而右半边的血管完整的被保留了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大家注意到没有 整个画面里面没有一滴血 整个这个尸体的血就像被抽干一样 脸部的伤口上也没有任何血液的流出 我们现在的医学很难剥离的这么干净 而且血管保留的非常完整 并且整个骨骼上面没有一丝血痕 就像被蒸发了一样 在我的认知里面 只有一种办法可以把骨头剥离的如此干净 就是高温真主 其实我们在很早的时候 医院里面做标本是这么做的 做人体骨骼标本是这么做 现在也不会这么做了 这种诡异的死法其实在丹地是吓坏了很多人的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死的人 虽然这件事情很严重 但是警察调查了很久 一直没有结果 成了悬案 丹地人就是传说有一种 砖拨人类脸皮的怪物 把这个人杀害了 当然我也查了很多报道 阿尔托奈奈地区 是不是发生过很多次这种事情 还是只发生了这一次事情 但是我没有查到 但是确实这个传说在丹地是流传开来的 就在2023年才流传开来的 丹地有一种波连的怪物 这才是波连者这个东西的来源 而这次怪物袭击村民的事件 村民就认为这是个波连者干的 其实阿尔托奈奈这个区域全是亚马逊聪明的 从五六年前开始就一直遭受着 各种奇怪的事情的袭击 就在2023年开年的时候 这个村子还传出过这样的视频 我们来注意泛大的这个东西啊 你看这个地方是不是像个人 腿 腿 手 很大的一个脑袋 然后里面这个视频啊 跟后来7月11号发生的这件事情联系起来 人们就说啊 这个视频里面的这个绿色的东西 就是他们可能所说的波迫者 也是后来袭击这个15岁小女孩的这个外星人 也就是在2023年五六月份 这个视频就已经在网络上传播了 但是一直没有掀起沙波了 而且整个视频来看 除了泛大的我们能看出它是个人形以外 看不出去它的东西 不过在2018年 还是在这个阿尔陀奈奈地区 人们还拍到了这样一个视频 有绝对新的视频 Incredible new footage has surfaced that may prove extraterrestrial life exists 这一张视频 reportedly filmed in a remote Peruvian jungle in 2018 shows a slender, six foot, tall, humanoid with pale skin eerily walking between trees The creature's oversized head long neck and spindly limbs resemble descriptions of the alien greys found in supposed eyewitness accounts The man who filmed the being did so discreetly while hiding behind foliage too frightened to approach it The video's poor quality adds an air of mystery making it impossible to conclusively identify the strange entity Yet it's clearly inhuman characteristics provoke fascination Is this finally evidence We are not alone in the universe or an elaborate hoax 其实从2018年到现在 整个阿尔陀奈奈地区 发生了很多很多起 外溢天象和外星人 或者未知生物的目击事件和视频传出 只是大部分这些事情都显得太过玄幻 要么太像特效 要么视频本身内容 拍摄的画面实在太渣 而没有引起任何的波澜 来 我们来看一看 一坨亮光 经过了电线 在云层上面 感觉现在是 或者说是 在天空中飞着 漂浮过去 还有这种发官的小儿 像天空中 像一个眼镜一样的光球 还泛出一些东西 而且主要的时间就集中在 2018年以后到今年 但是所有的这些事情 这些意向是没有让当地人造成任何损失 或者任何人员的伤亡的 所以基本上没有任何反应 直到7月11号这次事件才引起了当地政府和新闻媒体的关注 为了保证当地民众的安全 村子里的村民自发组织的巡犯队 每天开始巡洪 秘鲁政府也出动了军队来村庄进行安保 不过他们出动的是海军 啊 联合反而更方便 因为他那个村子真的是在亚马逊丛林的大中心 路都不通那种 而当地政府和警方开始着手 尽快找到凶手 还类似毕鲁政府的速度很快 8月12号 毕鲁就公布了他的调查结果 这个袭击阿尔托那带这个小村子的 7英尺高的外星人 其实是一个背着喷气背包的倒彩黄金的非法黄金矿工 有人说啊 这个小女孩就是被袭击那个小女孩 然后呢 他后来又拍到了那个外星人 就长这个样子 这个就是一个背着喷气背包的人嘛 你看啊 这个图上他们说啊 这个就是那个外星人 你看脚上是不是也有那个圆盘 那个外星人穿的银色的盔甲和银色的衣服 就是喷气背包的保护衣 其实毕鲁政府为什么这么说啊 原因是啊 毕鲁这个地方黄金硬的量非常丰富 据估算 毕鲁全国黄金矿的走量达到6200吨 2022年 他们整个国家被倒彩的黄金量达到150吨 而倒彩黄金的人主要是贩毒集团 或者是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分支 他们靠倒彩黄金 走私贩毒的非法活动来筹集资金 而毕鲁这个蕴含着丰富黄金的地方 就成为他们倒彩的主要地点之一 一开始呢 这些非法武装组织呢 只是沿着亚马逊这条河和它的支流 去倒彩河船上的沙金 但随着科技的发展 手段的更新啊 这些人的倒彩手段也越来越丰富 越来越隐蔽了 这次外星人的事件啊 就是这些倒彩者用喷气背包 去丛林深处勘测倒彩环金矿闹出来的 但是还是解释不了剥连者啊 没有解释 他们说这个东西和剥连怪 或者剥连者不是一回事 前面那个事情就是悬案 就是我这种人还是本着是啊 官方信息嘛 我们还是要信一信这种态度 为此呢 我就去查了一下 这个市面上我们这些人啊 能够真正买到什么样的喷气背包 和它的售价情况 在2022年 英国公布了一款军用的喷气背包 售价30万银半 它要挖多少金款 而且这个喷气背包不对外销售 它是军用嘛 造型也跟这个完全不一样 它那个是两个手上有个控制方向的喷气口 所以呢 我又去国外的这些电商平台和各种网站上查了查 能不能买到这种样式的喷气背包 我发现除了阿里巴巴以外 没有地方能买到 而且阿里巴巴能买到这个造型的喷气背包 是用于水上的 好 我来给大家看一看 我找到的两个最靠谱民间 或者是我们用钱就能买到的喷气背包 这个是Jack Packett公司的两款主大的喷气背包 一个是GB10 一个GB11 根据山家提供的产品信息 GB10在空时间只有8分钟 GB11在空时间只有10分钟 用这个来勘测环金 而且在亚马逊丛林里 你飞10分钟你能飞多远 这款喷气背包叫做马丁喷气背包 这个要好点 你看这个造型就专业多了对不对 两个大风扇 它的在空时间大概30分钟 飞行半径就有10公里 售价高达10万美金 但是它长这个样子 跟那个图上完全不一样对不对 这个公司说这款喷气背包是用于救援比较多 就是专门配给一些这种平原地区 但是人口相对稀疏的地方做救援使用 就不用触动直升机飞过去就行了 这不是狂撞术 人还没到鼻青脸肿 就是这个明显太大了对不对 你要去那个地方落地都是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政府可能也是为了 急于了结这件估计上都开始关注的事情 而且我觉得毕鲁政府有私心 为什么 第一个环金盗财对于毕鲁来说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 另一个刚才说的贩毒组织 另一个是哥伦比亚革命武装组织 这两个都属于是恐怖组织 特别是后者更是一个恐怖组织 前者们属于犯罪组织 但这两个对于当地治安来说都是非常有隐患的 再有一个一直以来 毕鲁的环金偷彩这个事情 不仅对他们的财政收入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另一个是对亚马逊河流域 对亚马逊河整个的环境破坏是非常严重的 因为他们如果要提炼环金需要使用拱 这些含有剧毒拱的废水直接就排向亚马逊河了 这也是毕鲁一直被国际社会所纠结的一点 我觉得这个才是毕鲁政府把这件事情推给这些 盗财还金的人的一个主要原因 我就比较纠结因为那小女孩也是脖子受伤 对脖子受伤 就好像是 就跟他那个那个是吧 对对对对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也请点赞收藏关注up主 这是对up主最大的鼓励哦